新聞小生先來關心家紀官的消息 家紀官擔作全國上大的買データ應用網站 民眾新興政府服務近Easy 總合規委處處長國凱蒂表示 向行政儀進出經費 在全國上大開辦行動上座 只求有化創新所為應用 小生來到大部香港所所民宣傳 如何透過買データ所為服務個人化北台 主動帶入各行輸進情報資料 讓家紀官偏遠相信的既民可以得到利用 大部向上五名分表示 家紀官學区合員說看 利用科技一面可以派遍交通往返的不便 家紀官買データ一站是白民服務 雙上1、2、3行辦很簡單 共發為民服務品質以及提升行政討論 家紀官政府運用後方會買データ個人化北台 開發一站是白民服務班 透過使用加算相信很嚴重以及同意 阻擋下載各旅宿景停本資料 並且透過幫助和手機平板在地匯行中地 隨時隨地就可以當行山完成新版業務 感謝您換部好的時間 家境縣政府綜合官要處向行政院申請買データ一站是電源服務網 這個計劃我們現在獲得的補助金額是全國各縣市政府中最高 開辦的服務項目也是全國各縣市中最多 未來我們會持續增加更多的服務項目內容 希望讓民眾不用出門到縣政府到台北 就能在家輕鬆地申請政府的各項文件與證明 這次信心中的停車是白症以及經路的安心卡為例 跟學多部鄉載的完事 透過外派處理的安意 親自簽車介紹算上1.23行辦 很簡單的網站設計理念 在現場也安排專人幹部 記得民眾操作體驗 各位政府為了我們鄉親 在行辦國行政府的業務可以更便宜 特別是國會 我們的數位服務個人化平台來合作 未來在我們教育館1.17 便民給予網 都可以套上手機 或是我們白板電腦 頂頂的設備 就能來完成申請 可以說非常便利 往往我們各部鄉出門 要去管政府 都要有差不多1.8至2.5的路程 常常因為資料沒多轉 辦理沒辦法成功 這個政策 對到我們鄉親可以說 得到非常大的一個便利 所以在這裡 我們特別來感謝 我們翁張良縣長 對我們平衡的實際照顧 未來香港所派專人 除了選舉以外 也來替鄉親服務 加強調學習 對到我們未來受惡法的時代 我們也可以增加更多的光年 今天正會出席 外國有大部鄉上國民軍 多位鄉民代表 參加一個貴賓 也對這款的病民後悟 尤其是平衡地区表示困難 歡迎本館的民眾 多加利用餅車吃喝倒下吧 聲音新聞採賓 大部鄉猜方報道 大部鄉親採賓 大部鄉親採賓 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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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的整個發展裡面 我們都很清楚 產業太過單一 所以嘉義可以選擇的 就業的機會相對少 讓整個世界再繼續往前走 台灣應該在未來的產業裡面 有很多的布局跟想法 未來的世界經濟 還有很多的未來產業 我們希望嘉義 可以被整個重量考慮 就是有機會在這邊騰立 然後變成科學園區 嘉義變成是一個發展的重點 世界看到台灣 而且加碼投資外商要來 接這個機會 我想也可進步 我會進步 我就把握這個集合嘉義 剛好本田讀後 也有這個環節 也有這個阻定 讓我們中央大力投資 讓它起來 一條早 兩條早 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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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嘉義的這樣的空間 包括無源這麼廣 而且空間在做無人機 相關的這個四飛 包括測試 一般都有比都市有更大的優勢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 零雄航太原機 有可能發展無人機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 就變成是一個創新研發中心 我們已經跟十家業者 跟中科業簽的MOU 他們都同意進駐了 所以我們希望業長 能夠慎重考慮 我們國家級的無人機 研發測試電證中心 那未來是否有機會 涉在嘉義 台啟他的校區 那這個也是屬於中央 那我這個請民主長 跟國防部 中科院 還有國化會 科技部這一方 我們也專案來幫忙 嘉義 讓這個進度能夠快